各位会员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4号星期六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星期六的会员直播 我们今天讲 美国独立日感怀,我第一次在美国过独立日 过美国的国庆 我有一些感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想 不是很严谨,但是我有一些想法,也不是很成熟,因为 沉淀的时间不够 那么先说两条新闻 第一条新闻,当然是川普总统的这个贺词 川普总统的贺词呢,其实还是有 还是非常有深意的,我跟大家讲一下 川普总统在4号发表的贺词中表示 美国 庆祝独立 244周年 应当牢记开国元勋们 当年向世界展示的建国愿景 感谢无数爱国者 继续确保自由的火炬永不熄灭 这是非常有 非常有vision的一个陈述 赫茨说,对自由和正义理想的承诺 源于我们国家建国之初 这个理想确定了我们的美国精神 开国元勋们开启了拥护自由民主 唾弃暴政 和君主制的美国实验 244年后的今天 独立宣言奠定的原则 在继续指导我们国家的前行 继续让 自己成为所有人 自由 繁荣 和机会的灯塔 很有力量 川普总统说,过去几个月 美国精神无疑受到了很多挑战和考验 但我们国家面临逆境 却迎来了一些我们 最引以为荣的胜利时刻 我们今天尤其不忘我们国家成立 将近250年以来取得的非凡成就 我们必须共同做到不辜负 独立宣言的理想 尽全力 去保护 和维护 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自由 这个讲话非常有力量 也很感人 特别是在现在 特别是在现在,就是 当我们看到一个城市,比如说像香港 他正在失去他的自由的时候,当他正在失去他的法治的时候 美国在这个时候 过他的独立日 过他的国庆 你听到美国的总统讲一番这样的话 心中的那种感慨,真的是难以言表 为什么 就是有些东西我们经常讲,有些东西就是 你在失去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他有多么的珍贵 多么的珍贵 这是美国总统的一段 一段新闻,那么我们在独立日,我看到这个新闻我有很多的感想 第2条新闻就是美国 双航母 战斗群星期六 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 美国第7舰队 4号发表声明,他这么说 他说,美国尼米兹号航母 战斗群 和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组成的 尼米兹航母打击群 7月4日 以无与伦比的海上力量 庆祝独立日 同时在南中国海举行双航母演习 支持 自由开放的 印太地区 很厉害 这是非常有力量的一条新闻 第7舰队的声明是这么说,尼米兹航母打击群的演习,是在一个迅速演变的作战地区 进行几次战术演习 最大限度的提高防空能力 延长航母 在飞机发动 发动远程精确海上打击的距离 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是海军 唯一一个 前沿部署的打击群 也是美国最显著的决心象征 尼米兹号和里根号航母 在第17和第5航空连队 以及水面舰艇 的配合下 形成世界上 最有效率 和最激动的作战力量 对美国 与地区盟友 和伙伴国家共同防御 提供支持 促进整个印太地区的 和平 与繁荣 这两条新闻我放在一起 跟大家讲 他展示什么 他展示的是 两样东西 第1个 美国的愿景 和美国的理想 或者说美国的精神 这是第1个 这是川普总统在他的讲话当中,其实 最需要展示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美国的愿景和美国的精神 第2个 双航母战斗群,我们没有见过 我觉得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是两个航母战斗群 同时在中国的南海 或者南中国海,南中国海比较准确一点 进行一个双航母的战斗群的一个 演习 展示他的 实力,首先是实力 第二是什么 第二是决心 有实力,有决心,你才能达到你的战略目标 这是 这两个新闻其实是反映了两件事情 他说明什么 他说明两点 第一点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他仍然具有其他国家 所不具备的竞争力 和国力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第1条 第2条 美国现在仍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机 这个危机来自哪里 来自外部和内部 这个外部和内部的危机 对美国现在的发展 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处境 他仍然成为世界 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他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机 这个威胁来自内部和外部 这两点从哪里看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以来 中国 中国的议题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或者我们翻过来讲 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慢慢成为美国 朝野的一个共识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你可以看到 一场疫情 美国死了12万人 这是 这大概超过美国任何一场战争 死亡的人数 然后同时 一场BLM运动 揭示了美国社会的巨大的分裂 美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的分裂的状态 那么不同的 不同的社会阶层 不同的意识形态 不同的取向的人群 进行剧烈的对抗 这是 我们 我们见到我们在 现实当中见到的一个最激烈的 冲突 美国内部的冲突 外部 美国的外部的冲突当然是来自中国 那么这两个 这两个巨大的 这个我们讲巨大的危机其实是个危机 这两个巨大的危机 对美国来说 是什么 他需要面对的 他需要应对的挑战 苏联是1991年 瓦解 苏联在1991年瓦解 二战 1945年结束 1945年结束,然后一个铁幕就在降临,这是邱吉尔说的 铁幕降临之后 以苏联为首的 东方阵营 或者社会主义阵营 然后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阵营 那么这两个阵营开始 进行 冷战 最近冷战四四五年 一直到1991年 那么这几十年当中,两个阵营 调动所有的资源 调动所有的力量 历经截淡的 对对方 进行进攻 对自己进行防守 最终 以苏联 瓦解 为结局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建立了他无与伦比的优势 和国力 美国是一个什么 美国是一个 当他面对 当他面对这个 强敌的时候他会 更强的一个国家 就是 一战打完之后,二战打完以后 然后美国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都会愈错愈强 就是他面对这些挑战 他会反应得更强 但是大家也没留意 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没有了对手 他变成唯一的超强 这个时候 美国面临了一个 美国在 美国陷入了一个没有对手的迷茫当中 这是 为什么美国内部 会持续的出现一个,我们现在讲,你可以看 BLM运动其实反映了美国社会的问题 美国社会的这个问题和什么有关系 我认为和 和苏联瓦解是有关系的 苏联瓦解之后,美国没有敌人 美国没有对手 当一个国家 或者当一个组织 他没有一个竞争对手的时候 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会内部会进入腐败状态 他会慢慢的进行 进入腐败状态 这就是你可以看到美国内部的威胁,美国的内部威胁是这个 BLM运动其实是反映了 美国内部的腐败的现象 美国内部腐败的现象也正正是 是 为什么 过去20年 美国一直无视来自中国的挑战 他根本就无视来自中国的挑战 其实来自中国的挑战已经很长时间 但是其实美国看不到 不是看不到 是假装看不到 没有人看不到吗,没有人看到吗,不是的 一个那么大的国家怎么会看不到,一定是看得到 那么为什么他看不到 那就是中间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他觉得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对手 这就是一个国家腐败的 一个 一个条件或者是一个前提 这个国家开始进入了腐败的状态 那么现在 当中国的威胁已经打到家门口来的时候,你想一下 疫情从哪里来 疫情从中国来 疫情造成了美国 十几万人的死亡 这比任何一场战车死的人都多 无动于衷吗,不可能,没有人会无动于衷,为了一场这样的疫情 没有人会无动于衷的 那么BLM运动 正是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美国社会现在 这种问题 这种级别的问题 我们叫社会问题 或者是国家腐败 或者我们可以讲是某种程度上的国家失败 这叫国家失败 国家失败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认为在现在,虽然美国仍然是一个世界唯一的朝墙 但是 美国如果不正视他内部的国家失败 他的这个地位会被其他国家取代 他美国总统 川普 讲的美国精神 就没有意义了 就不能够反映原来的美国意义,美国精神 所以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什么 我们特别需要的是反思 反思两个问题 反思第1个问题 国家的意义是什么 国家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国家的价值是什么 国家的意义,国家的价值,我们这个时候特别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 我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 我忘记是 日本的一个报社是朝日还是独卖,我忘记是哪个 他们拍过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美国的,日本 日本的国民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怎么看待 二战 这个话题 讲这个话题 怎么看待二战 我觉得日本人是一个比较有自省能力的一个民族 他们经常会 会做这些议题的 研究 甚至是反思 他找一些年轻人来问 你觉得二战怎么样,你对二战怎么看,做这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拍得非常棒,我忘记是朝日还是 赌卖,我印象中好像是赌卖做的 然后 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就说 他在问 如果现在国家 需要你为这个国家 牺牲 你愿不愿意 你知道这个年轻人怎么大的 这个年轻人是这么大的 他说如果一个国家 需要他的国民 为他去牺牲的话 这个国家可以消失了 厉害吗 这日本的一个 我看也就是20岁边上的一个这样的年轻人 他 那个 採访他的那个记者 目瞪口呆 我觉得 这个年轻人讲出了 什么叫国家 国家的意义是什么 国家的意义,如果这个国家真的要他的国民为他去牺牲的话 这个国家可以不需要 这个国家不值得存在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讨论的一个议题 什么议题 国家的价值,国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经常可以想到的一个 宏大叙事,我们一讲到国家的时候,我们经常脑子里浮现的是一个 宏大叙事 军队的操练,这个演习,或者是这个检阅部队 国家的象征 然后就是升旗仪式 或者是这个操演 这个换班,你可以看 中正纪念堂的这个换班,哨兵的换班,包括这个白金汉宫的这个 哨兵的换岗等等 这都是国家的象征,国家象征在我们脑海里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宏大叙事 我们这些国民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当中,得到这个伟大国家的庇护 那么我们也在这个伟大的国家当中 发展自己 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人 这是一个 我们在一个我们常态成长的一个环境当中得到的一个 一个想法 或者一个思维 国家到底是什么 国家是一个宏大叙事,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宏大叙事 但是我觉得那个日本的年轻人讲到了国家的本质 如果一个国家需要他的人民为他去牺牲的话 这个国家没有存在的价值 为什么 因为他的本质 不是人民的福祉 如果他的本质是人民的福祉的话 他就不应该让人民为他去牺牲 这就是一切的根本 我们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是 特别需要 我们特别需要思考的是 就是美国的独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的超强 美国的国家仍然存在他内部的 这个国家失败 他的社会问题 美国面临的各种挑战 美国面临的中国的挑战,美国面临的自己的内部的挑战 美国面临的自己的腐败 和国家失败等等,这些问题 他需要什么 美国到底需要什么,他的vision 自由民主人权 我们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去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 人权 但是这里面 谁先谁后 谁在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理念,我们现在非常公平的讲 无论是川普 也好 还是民权领袖也好 他们讲的话 都错吗,不是的 他们讲的话都对 人的权力 神圣不可侵犯 个人权力神圣不可侵犯 这点不对吗,是对的 川普说 我们需要继承美国精神 我们要保护这个国家 我要保持我们的价值观,保护我们的 信仰 不对吗 对的 都是对的 没错 但是为什么 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呢 大家想一下 其实这个道理 和文革时代 两派红卫兵 为了毛泽东思想,保护毛泽东思想 进行武斗 打死那么多人 这个道理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其实 人类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我们 不同的理念 这个理念其实 其实是我们人的生命的不同的层面角度 但是 我们为了这个不同的角度仍然会大打出手 会杀人 有善念吗 有善念 有善念 但是只是不同 以前中国讲,君子合而不同 但是其实 真正能做到合而不同的,真的是很少很少 有很多网友 我还是要讲 经常跑来批评我 意思就是 你讲的我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因为你不对 我是对的 其实人有这样的问题 人是有这样的问题的,就是说我有这样的问题 国家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人有这样的问题,国家也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些 我们在面对这些宏大叙事的时候 经常 我们没有找到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方法 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的美国 他面对的这种社会问题 其实就是 我想远一点,因为我来自中国 所以我还是会用中国作为参照系 其实现在美国面对的这些问题 和当年红卫兵 两派红卫兵 为了保卫 毛泽东思想进行武斗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这是人类的问题 人类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所以 怎么办 这里面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没有想到怎么办 但是我只知道 美国现在 他有问题 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 他有非常厉害的东西 他也有非常腐朽的东西 他有非常坏的东西 有非常好的东西 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不长 但是 我深刻这一年多来 我非常深刻的体会到两点 两点 第一点 第一点是基于我 在中国的生活 在香港的生活 在其他地方生活的经验 这一点是什么 就是美国的自由真的难能可贵 就是 你没有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他是多么的可贵 这一点 是 是毋庸置疑的 对我来说我讲的是我自己的感受 第一点 就是美国的自由 他的价值毋庸置疑 对 对个人来说是多么的宝贵 多么的重要 所以 自由这一条 这是第1条 第2条 美国是美国的人民是多么的不同 那么这些不同能不能真的像 像孔子讲的君子何而不同 不那么容易 我觉得是不那么容易的 我还是相信那句话 物与类聚,人与勤分 物与类聚,人与勤分 当人们一物与类聚,人与勤分的时候 那中间的 叫什么 这个 不同的人 就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想法就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利益 就不同的追求 当大家有不同的追求的时候 就出现了什么 就是出现了 就是我们想的 持强凌弱啊等等,这些就跑出来 所以 所以这个 美国的开国元勋门,他的理念,他的vision 伟大之处就在这里 他们真的想到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实际上这些问题 很困难 非常困难 人就是这样 我想不到 我没有理论,我还没有建立 理论 但是我是觉得 美国是一个 美国真的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 他真的很强大 但是他也真的有他腐败的地方 非常腐败的地方 那么他也自己,美国社会的这种分裂 无与伦比的分裂 刚才美国第七舰队说 他展示了无与伦比的力量,是的 但是美国社会无与伦比的分裂 正在削弱美国社会的力量 削弱美国的国力 这些东西 当然是不是美国要找一个敌人,或者找一个对手 他又会团结起来 你要知道美国真的要当他团结起来的 的时候 他的力量也是无与伦比的 就是 你想一下 大家想一下,第2次世界大战是什么 是什么概念,第2次世界大战就是 之前讲 纳粹德国开启了两场战,同时进行了两场战争 这边在打欧洲,那边去打苏联 结果他失败了 但是你别忘了 美国其实是 真正的两场战争 这边打的太平洋战争 这边打的欧洲战争 两边同时在打 他胜利了 所以他真的很厉害,美国是 美国是一个非常有 有潜力的国家 非常有潜力的国家,当他面对一个强敌的时候 他的人民团结起来 形成共识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怕的 他是个非常可怕的敌人 好吧,我今天我就 美国国庆,我有些感想 也没想太多,我就把这个 自己的想法大概的 大概的整理了一下,跟大家报告 我想是这样,我希望我们的网友 能够经常能够 做一些这种反思或者是思考 对国家的也好,对这个社会的也好,对自己的也好 能经常的思考这些问题 因为当人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当你 有些这样的思考,你在看待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会改变你的想法,会改变你的看法 对一个人来说,我觉得 经常的反思是非常有价值 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一样 这是什么 这就是媒体的责任 媒体的责任就是帮助大家 帮助国家 帮助自己的人民 经常去思考 经常去反思 然后去改变 去改变 我们叫亡羊补牢 大概就是这样 好吧,我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还是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 跟大家互动 跟大家互动,能够 听听网友的意见和想法,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多的展示自己的想法 多的展示自己的看法 好吗 好,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好吗 OK 看看大家有什么 高论 鸣谢一下 沈亿诚,谢谢 金圣细腻格萨尔王,谢谢 中院有一日,我们在阳光下,毫无遮挡的露出笑脸 庆祝香港,甚至全中国的独立日,谢谢 腰间盘突出的鱼,谢谢 王老师对于人生的指导意义来讲,真的超出了 我从小到大遇到的任何人,感谢你,谢谢 你过奖了 谢谢 观点 王先生在推特上说,川普会在中国议题上失去先机 付出代价 我完全同意 川普一直是以末世名义而干掉共和党民主党 直至今日 当今天他再一次末世名义,没什么奇怪 但这次他的末世 会导致绑架美国 失掉道德高地 在以后的无尽岁月,美国会以今天的他 短视而付出代价,100个川普也补不回美国失去的荣光 这个议题我可以讲一下 那就是 我还是觉得 香港 美国在中国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白宫做出了回应,做出了两个回应 这个回应明显是不足的 从 从开始到现在,有这么长时间,美国做出回应是,我觉得是 不足够反映 美国在 面对中国威胁 面对的危机 我认为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这样的局 那么当然川普总统有他自己的想法和安排 但是作为我,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在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 整个西方国家突然一下 突然一下 就是 港版国安法出来之后,其实舆论一片大滑 然后慢慢慢慢声音就开始下来,声音开始慢慢慢慢下来 声音开始慢慢下来,其中有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是白宫安静下来,白宫没有声音了 白宫没有动作 本来我们预期 从港版国安法开始,我们预期 白宫大概每一天两天就会有一个新的 措施出来,对中国的这个行为做出 做出他的制裁 但是其实是没有 就是第一天出来之后 有个回应,到现在就没有,没有声音了 没有声音的结果是什么?没有声音的结果就是 中共在香港 得逞了 现在的局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 这个其实老实讲我不愿意讲 我是不愿意讲这个话,为什么 我可以在会员视频里面讲一下,因为大家 我们 比较小范围讲一下 但是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不愿意讲,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不想让大家 失去士气 我不想给香港的同胞一些 真的有一些挫败感 所以不愿意讲 但是真的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我已经 我已经忍了 忍了至少两天了,我本来是要做这个题目的 就是 川普总统 又 又出状况了,在中国议题上川普总统 又出状况了,老实讲 我做这个题目已经做了很多,大家可以往回翻译一下 川普总统其实是很有 很有文 他做起事情来,其实当他有想法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快 啪啪啪啪就出去了 但是 但是他又有想法 所以这个议题 两点 第一点 毫无疑问,在现在这个时刻 美国从国会 到媒体 从民间 到各种政治势力 基本上的共识是什么 就是中国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疑问 你可以看所有的民调,你可以看所有的媒体上的报道 美国从上到下一直认为 中国是对美国产生巨大的威胁 这是第1条 第2条 中国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必须以痛击 这是明清所向,明义 而且 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很激进的政策,不是的 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但是川普总统,你看川普总统从开始到现在 嘴巴上喊了一大轮 从其实 其实是玫瑰园的讲话之后到现在 玫瑰园讲话到现在 将近今天是7月4号 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个多月的时间,你看川普总统话越说越狠 但是手上不出火 手上没火 没有具体的行动 所以在这个议题上 我认为 川普总统正在失去他在中国议题上的先机 他本来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 去反映美国的 利益和战略 但是他没有做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 现在他在他的日程表priority上面 哪个排在第一 当然选举是第一,但是你别忘了 中国议题肯定是 这次美国大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你把这个先机撕掉 我认为是 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因为我是香港人,我来自香港 所以我才会这么讲 不是这样 我更多的是从什么 我更多的是从 中美关系 或者是 更大的一个图画上 只不过这件事情发生在香港 对不起 只不过这件事情发生在香港而已 所以 这不是道德高低的问题 你想一下 中美之间 有多少个接触点 贸易战是个接触点,贸易战是川普制造出来的接触点 南海是个接触点 但是这些接触点 你难道真的打吗 不是的 南海真的 打一场海战吗 不可能的 那么 你还有什么接触点 接触点并不多 那么 香港作为一个接触点 美国现在不选择在这里 进行一个激烈的 而且有胜算的战斗 你在等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理解 我不知道川普现在的 他的这个排名,在他的日程当中他的排名哪个排第一 选举排第一毫无疑问,但是你别忘了,中国政策 就是选举议题 中国政策本身就是选举议题 那还有什么 找欧洲再打一场贸易战 我不知道他的议题是什么 所以 我认为,所以我才会在推特上面讲 川普总统正在失去 中国议题上的先机 他会付出代价,什么代价 当然就是选情啊 他付出代价,当然是在他,他在选情上的落后,就是他的政治代价 提问,作为一个海外华人,经过这次疫情和香港问题 从一个小粉红变理性了,但是我心里还一直还是矛盾 从理性思考,我希望美国和中国开干 但是感性思考 中西全面对抗对海外华人处境不一定是好事,就像汪老师说的 一场雪崩下来没有片雪花是幸免 汪老师能解开这个矛盾吗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你是美国人吗 你说我还是中国人,那你生活在美国 那你当然解不开这个矛盾,解开这个矛盾的唯一的选择是什么 如果你在美国,你要变成一个美国人,那没有这样的问题呀 你在加拿大,你是变成一个加拿大人 你用加拿大人 应有的思维去思考 那你就没有问题呀,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矛盾啊 你现在矛盾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 你没有变成美国人 或者你没有变成加拿大人,你还是中国人 你还是人在朝银,心在汉 才会这样的纠结,没有这个纠结 本来就不应该有这个纠结 什么叫 什么叫海外华人 你就要么是中国人 要么是美国人 要么是美国人 要么是加拿大人 海外华人是什么鬼 理解吗 如果 中国没有中共 你可以叫你海外华人,我不管你 但是如果中国有中共 你就是中国人,要么就是中国人,要么就是美国人 好吗 提问,和朋友聊起美国的民主和普世价值观,朋友问 比如美国发动 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战争 把当地人民带入水深火热之中又如何诠释 想听你王舍的意见 我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个悖论 什么意思 如果你连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原因都不知 都不理解 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好吗 观点,灯塔国存在的意义在于解决争端,不在于诉诸武力战争解决问题 而是建立国家世界秩序,共同维护它,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部分 像战国时期,齐国、九和诸侯一框天下 建立各个各国认同的世界家秩序,并一起遵守 并维护它 只惜战乱,百姓得以 喘息 生养 你的思维还停留在 还停留在这个战国时期的这种 合纵连横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灯塔国 对吗,我们根本不值得讨论这个问题,根本不是两个 我们根本不在 不在一个棋盘里面 你在另外一个棋盘里,你在下国际象棋 他在下中国象棋,怎么下得到一起去,所以这不是问题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灯塔国的存在 解决争端不是解决争端 不是解决争端 灯塔国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他要彰显普世价值观的体现 自由民主人权 这个价值 是在灯塔国去实现给大家看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叫民主 在这里看到什么叫自由,在这里可以看到 什么叫人权 这是灯塔国的价值 他凭什么要去解决争端,灯塔国不是解决争端 也不是你说的建立秩序的 建立秩序的是什么 建立秩序的世界警察 如果你不是世界警察,你怎么建立秩序,你说一下 你要有 你要有秩序 你要维持秩序 维持秩序的一个前提是什么 就是你有维持秩序的力量 如果你连维持秩序的力量都没有,或者你不使用这个力量 你怎么维持秩序 有人不听怎么办 对吗 有违反规则的怎么办 如果你不能够惩罚那些违反规则的国家 你怎么维持国家 世界秩序 所以你的观点不对 你还是停留在 停留在 战国时期的思维 情况,我知道 每个上规模的美国小镇到国庆节的时候都有烟花秀 我现在回到 回到纽约居住,在著名的黑人区 每年6月开始放烟火,没BM之前的每年,放了烟火之后 黑人估计到处跑,非法的,我听到警车拉着警笛,四面包围的声音 今天好,有BM 警察缩在警察局里不出来 每天都是9点钟放到 凌晨2到3点 这就是美国的问题 美国的问题是什么 美国的问题就是 你可以看到 这个网友的看法 和 BM的看法多么的对立 他们把一些完全没有关联的事情放在一起攻击对方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调和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的在于什么呢 双方根本就不觉得 对方讲的话是有意义的 那你怎么去调解决问题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问题 提问,王老师认为美国的独立精神是源自圣经吗? 网友答 点 美国的精神来源于他的独立宣言中的 Live, Liberty and Persuit of the Happiness 所以 如果有任何人告诉你 你应该牺牲自己的幸福自由 你都应该抱怀疑,哪怕这个人是你的父母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理解美国现在的口罩之争了 好吧 观点 自省能力很重要 不断的自省会不断的提高自省能力 做到君子和而不同 就少不了自省 不论是我们还是王老师,自省都是人生的修行 共勉,祝大家独立日快乐 提问王老师,我今年国内大学毕业,本来今年秋季去美国上法学院 但是每天到现在还没有开放 周边的老师都在建议我准备国内考研或者是去别的国家 而且都说因为中美关系之后可能去不了美国 但是我真的只想去美国去上法学院 不想去其他的国家,更不想在国内读业 面对现在的局势感到迷茫 希望能够得到王老师的建议 如果你是读法学院的话 你还准备回国吗 如果回国的话,中国也没法律 那你读来也没意义,那肯定是要离开中国,如果离开中国的话 选择去美国读 读研究生 现在又没开放,那你就去不了啊 对吗,有别的方案吗 我认为别的方案,如果你不想,这就是加减存储题目嘛 你想去美国读法 读法学院,OK,这是你的 这是你的意愿 但是每天没开 美国读研究生,你去不了,所以forget it 这就没有了 然后你又不想在国内读研 对吧,那你forget it 那么就剩下的第3条路,唯一的第3条路,去其他国家 那你说我又不想去其他国家 那我就打不了你了,我就帮不了你了 对吧,是不是 情况,朋友本来准备 通过留学去美国和老婆团聚 他老婆在美国职场 受丧死打压,精神崩溃 昨晚朋友跟我说,老婆要 租或者出售,刚买的房子回来 如果朋友申请留学成功,他就不去了 很理解他老婆一个人在美国不容易,一旦失业找不到工作,就没有合法留下来的身份 也很理解我朋友的苦闷,说实话 挺难过的 我也想出去 首选加拿大 虽然很向往美国,但是 现在这个情况真不知道,适不适合追逐美国梦 朋友也看您的节目,不知道会不会看到 OK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知道你什么问题啊,观点 同位王先生对川普的看法 是比较失望,但感觉中共并没有配合川普 除了买农村品 民意的洪流会胁迫着川普往前走 只是不知道中共绝望后会更加蛮横 还是回到行片的老路,谢谢 我觉得川普 我们这个会员节目里面讲一下,我觉得川普还是被中共捏住了 农产品 没别的 川普其实 脑子里就这一件事 我一直讲,川普没有战略,他脑子里就是一块一块的事情 这件事情被捏住了,他就一直在这一块 他没有更大的picture 就是这样子 观点,中共如果没有得到白宫的默许,断然不敢在香港 强推国安法 扬此次的美国行和当年越战前邓小平访美如出一辙 没有可比性 我不同意 观点,小时候学的是人之初性本善 后来看到圣经说人人都有原罪 现在我觉得 现在我觉得在中共统治下出生的人 是真正带有原罪的,这一年多 通过发朋友圈表明立场,让我已经把朋友删了大半 感觉唯一能做到的,坚持自己的信念 和教育自己的儿子必须要有独立 思想 和自由精神 中共统治下的人就有原罪,什么意思,我没看懂 没看懂 我没有原罪的这种意识 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经历,那他的成长经历 对他的看法 价值观三观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没有疑问 那我有我的朋友,你比如说,但是 每个人的成长 对 经历对他影响很大 但是人还是真正的让你自己 获得什么样的三观,其实还是跟你自己的意愿有关系 你不能够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什么 推到你的经历当中去 也不是的 你的经历 其实和你的 和你自己的意愿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 大家为什么你要知道 你为什么走一条这样的路,他走一条那样的路 这跟大家的选择是有关系的 你在选择这件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选这边不选这边 这跟三观是有关系的 跟你的意愿也是有关系 你比如说我 我有很好的朋友 他是非常标准的自干物 我们相处了十几二十年 他做他的自干物 当然我们也没有因此吵架翻脸,我们从来没吵过架 我也为这些事情吵过架,但是他就是自干物 没有 这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所以 我不觉得任何人,我没有 可以说我没有这个 源自于意识 其实每个人变成现在的自己 都是什么的结果 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我人生我自己无能为力,经常 没有办法的 去做的一些选择 所以我变成了今天的自己 有一些这种因素在这里 人面对一些历史的变局,人其实很渺小 你能做的选择不多 但是就算是你走出这一步 你还可以,就算你当了个警察 你枪口还可以抬高一寸吗 你可以选择 那个人 棍子 当头打去 你至少可以弯一点,打到肩膀上嘛,是吧 所以其实还是有不同的选择 就算是你被 被历史的推动 推上了某一个平台,或者推上了某一条道路 你仍然可以做很多你自己的 选项 所以 不能够把责任全部推出去了 所以变成今天的自己 我认为 还是自己 的决定 观点 海外华人,其实你把华人两字替换成其他人种 就明白有多么奇怪 观点,那位想读法律的同学,如果来美国或者其他案例法国家之后 你就不适合回国发展了 国内的是成文法 我硕士研究生是伦敦国王学院的 建筑法 学完回国根本用不上 非常正确 特别同意王先生的看法 很多中国人没有能力换位思考,总是用共产党的思维来分析美国的问题 思想已经僵化,很难和他们讨论美国的问题 觉得这一代人之内不可能得到任何改变 即使已经出国的中国人,仍然深陷泥潭 无力自拔,很可悲 我最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不可以批评川普总统 我只要对川普总统的任何批评,我当然指的是政策 都会有很多的川普总统的支持者 当然我讲的全是华人 来找我上帐,然后我吵架 但是当然我也不会妥协 我仍然不会妥协,我该批评的我还是要批评,就是我认为不对的 我仍然会批评 我不管 任何人来找我麻烦 五毛也好,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也好,我仍然会批评 这是我的专业立场 不会妥协的 好吗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 我自己理解 中国人 我只讲中国人,其他人我不知道 中国人 中国人 作为川普总统的支持者 有两个心态 我观察 也可能不对,有些人 请大家不要对焦肉做 有两个心态 第一个心态 大救星的心态 美国来了一个大救星 川普总统 美国过去走在 错误的道路上 非常的危险,美国非常的危险 就要完蛋了,美国快完蛋了,被民主党快搞完蛋了,好,川普总统来了 这是个大救星,有点像毛泽东吗 耳熟吗 川普总统扮演了一个大救星的这个作用 这是第1个 这是第1个心态 第2个心态 帮我们干掉中共 川普总统是目前 对中共最强硬的美国总统 他会帮助我们干掉中共的 他会帮我们做美国总统,以前美国总统做不到的任何的事情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干掉中共 所以 不要批评他 不要妨碍他下一盘大棋 这是他们的心态 这盘大棋,你们是不知道不懂的大棋 川普总统下一盘大棋 第1,川普总统是一个 大救星 第2,川普总统下一盘大棋,熟悉吗 熟悉吗 非常熟悉 这不就是在中国被中共洗脑洗成这个样子吗 他们还是用同一个套路 来 拜 川普的 这就是我见到的,就是那些 不让我批评川普总统的 中国 支持者的 两个主要心态 这两个主要心态 我为什么不辩论 没有辩论,因为跟这种人根本没有可辩论的空间 因为 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扯东扯西扯南扯北 都是一条 你不要妨碍川普总统下那盘大棋 尽管他有很多的 他不讨论 说的这些问题 所以 很多话都是共同的,还有一个话 川普总统 他是美国的总统,他为什么要去帮香港人 这是很普遍的一个说法 就是这样 所以 我就 我是不讨论这个问题 我也不会跟川普总统的 中国 中国裔,华裔支持者 讨论这些问题 但是 如果我认为川普总统在政策上有问题 政策上有问题 我仍然会批评 我不会妥协 观点,王老师,川普是真正的美国白人精神,我周围的白人同事和白人朋友都非常有人情味 和情怀的人,暖暖的 我非常理解川大叔对美国农场主的情怀 观点 政商永远 利用交换,不太在意一两届政府 自由和独裁是不可能 永远共处一时,而相关无事的 做好自己就好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对对我的批评 说王老师,你再来美国时间不久,所以你对美国不了解 这就 这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像那个画家叫什么来着 我的画家我忘记了 他在一个视频里面讲得非常好 我非常痛恨说那个专家 那个专家上来就说,那谁谁谁专家 然后就 我说脏话,我引用他的话 就是 你们他妈的别说了 我是专家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讨论也是一个这样的讨论 王老师,你来美国时间不长 我在美国住了20年30年,意思就是 我是专家 你别说了 就这个意思 对吗 但是我跟你讲 很简单的道理 有些人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他还没搞清楚共产党怎么回事 对吗 你不能说因为你在美国生活了30年就了解美国 我一点都不觉得是这样 为什么 我是记者 我对任何一个地方 都不了解 但是一点都不妨碍我 去把握这件事情 我在很短时间去了解他 把新闻稿写出来 这一点都不妨碍我 这就是我跟你不同 我是什么 我是专业 你是业余的 这就是 陈丹青 陈家庭说的 就是我是专家 你别说了 陈丹青讲的,我引述他的话 没有人是专家 在同一个议题上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你别以为你在美国住了20年,你有发言权,不是的 任何人的观点 都是平等的 你讲你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 不可以因为你是在美国生活了20年 你的道理就更大一点,不是这样 所以 在这个议题上 我不会妥协 就说 对 有些事情 有些人会看得到 这边,有些人会看到那边 没问题 大家平等讨论 但是 每个人都有不同意的 权利 对吧 观点 个人长期居住在日本 根据自己与周围日本朋友的交流以及对年轻人的观察 现在日本是一点主动发动战争的可能都不会有 年轻人真的一点爱国情节都没有,反对政府的声音此起彼伏 OK 观点 王老师香港人权法里写得很清楚 美国总统对于制裁谁 美国总统是对于制裁,跑哪去了 制裁谁 赦免谁的权力非常大 观点 肯弗莱的《世纪三部棋》里刻画了一个人物 东德被苏占据的那天,他从一个坚定的法西斯 变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这个情节和王老师说的 把川普当的救世主的人一样 都是缺乏主心股 你讲的 讲得太客气了 都是什么 都是奴才像 都是奴才像 大家记住 一个坚定的支持者是什么 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就是你会批评你的 支持的人 才叫坚定的支持者 如果你对他的行为都没有任何的批判 你不是真正的支持者 你只是他的崇拜者而已 或者你只是他的奴才而已 你要做他的支持者 你就要批评他 你才是他的支持者 这才是真正的支持 观点 民主 我觉得政治正确比绝大多数美国人变成沉默的美国人 才是真正的破坏民主 什么意思 政治正确让大多数美国人变成沉默的美国人 现在很多人在批判政治正确 最没有资格批判政治正确的是什么人 是中国人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连政治正确的边都没摸到 理解吗 美国人的政治正确是什么 就是普世价值观 这个普世价值观在美国已经已经变成大家接受的认为一个 基本的 正确的道理 所以大家说他是政治正确 不要去碰 不要去碰 中国人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资格去批评政治正确 因为中国人 不仅没有普世的价值观 他连普世的价值观的边都没碰到 所以他最没有资格批评 普世 政治正确 这是我的看法 不同意的 我也不同意你 为什么 你想 平等 中国人平等的概念吗 中国人脑子里全是等级概念 均均沉沉自治 夫妇自治 全是脑子里 全是这种 这个世界上最没有平等概念的就是中国人 平等 自由 你见过中国人的自由权利吗 我没见过 中国人 批鸣之间都不会给对方自由 都会跑过来问一下 结婚了没有啊 有对象了没有啊 工资多少啊 这就是干涉你的自由 中国人就没有自由的概念 人权就更不要讲 人权的层次更高一点 所以 在政治正确这件事情上 最没有发言权的是谁 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没有资格说 政治正确的 批评美国的政治正确 说美国人因为政治正确就沉默了 我不同意 你为什么去质疑 质疑这个政治正确 当然有些情况是要变通的 那是另外一层面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先摸到边再说 好吗 观点 我觉得今天变成今天的自己 信息多的人可以自己做出选择 但是在墙内 被深度洗脑的普通百姓 他们很多时候没有选择的机会 OK 观点 普通一下 二战时美国不仅打赢了两场战争 而且 一 伤亡代价相对低很多 二 美国一参战 几乎所有国家认定同盟国胜利 OK 鸣谢 谢谢 感恩我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包容的国家立足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是的 非常对 谢谢 谢谢 提问 王老师好 共和党有可能换掉一个把彭斯推上来 选举吗 我不知道 没有根 谢谢 谢谢 生活在美国三十多年 越来越为此感到荣幸 美国也给世界一个希望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实验 但这个实验的持续成功 需要每一代人不断地对这个实验 认同并且付出努力 而每一代人 也包括新移民 可想而知其难度 与其说美国人民时常需要一个敌人 而团结不如 说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 尤其是独裁 使美国人民 认识到 自己自由价值的珍贵 非常棒 这段话写得非常好 One day at a time 谢谢 感谢王先生辛苦的付出 谢谢 一边听王先生解释支持川普华人的心态 一边笑 说的唯妙唯俏 也帮我解了祸 鱼子子子 谢谢 喜欢陈丹青先生 也喜欢王健先生 特别是 都是特别犀利和表达能力的人 感染力很强 谢谢你 陈丹青 陈丹青是我的前辈 我不能够和他相提并论 谢谢你的 夸奖 谢谢 支持王先生 支持川普 应该是支持他正确的政治主 政治决定 错的也需要期盼 无论做什么都拥护 不是个人崇拜吗 非常对 我一点都不反对大家支持川普 我一点都不反对 但是我唯一不赞同的是 崇拜川普 把川普变成大救星 把川普变成下大旗不能碰的人 那不行 那是不对 那是 那就是农才 不要做川普的农才 做川普的支持者挺好的 好吗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谢谢